奥密克戎变异株目前正在全球流行 病毒的传播性怎样 为什么会不断出现新冠病毒的变异株 奥密克戎变异株会成为新的主要流行株吗 来听听相关专家的权威解读 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传播性是否更强 奥密克戎变异株具有前四个关切变异株的一些重要氨酸突变危点 并且南非地区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数激增 已经对Delta变异株部分取代 提示其潜在的传播力明显增强 但这还需要未来数周对该毒株的传播范围 疫苗突破病例的比例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分析 病毒学研究综合研判 为什么会不断出现新冠病毒的变异株 新冠病毒它是一个RNA病毒 我们都知道RNA病毒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本身的变异频率会是比较高的 病毒它每复制一轮的话 它新产生的病毒的基因组可能带有0.1个突变 所以这就意味着就是说 实际上新冠病毒它的变异是正常的一个 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 奥密克戎变异株是否会成为主要流行株 根据最新南非报告的数据来说的话 它的突变株确实是传播是非常快的 但是是不是它能够替换Delta 成为下一个主要的流行株 基于目前的数据来说 还是比较难以判断的 但是这个变异株应该是值得高度关注的